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优异的成绩来自于良好的习惯,而非一时的行动。 心理学家也提到,人类有95%的行动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而大部分的无意识行动都是通过习惯产生的。 也就是说,你的日常行动至少有95%是由你的习惯所决定的。 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在青少年期间养成良好的习惯会受益一生,并为未来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何在青少年期间养成良好的习惯,作为青少年又该养成哪些好习惯呢? 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青少年需要养成的七个习惯。 分别是积极处事,先定目标后有行动,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双赢的想法,先理解别人再争取别人理解自己,协作增效,磨刀不误砍柴工。 如果在青少年期间养成这良好的七个习惯,会终身受益。 本书的作者是肖恩科维,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和深受欢迎的演讲者。 他的父亲是全球畅销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史蒂芬科维。 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风靡全球120个国家,全球销量裹一册,是美国中小学生成长必读书。 美国升学考试必考课目之一,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少年的成长。 这本书也入选中国青少年必读书目,帮助无数的青少年度过了生命中的低潮和叛逆期。 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呢,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习惯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要养成七个思维习惯。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通过培养三个好习惯提升自我,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 第三个重点是,如何维护情感账户,在公共领域获得成功。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习惯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要养成七个思维习惯。 当孩子处在青少年时期,会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要上学,完成作业,上补习班,参加同学聚会等等。 时间不够用该怎么办,或者觉得自己很自卑,一无是处,别人什么都比自己好。 还有些人总是觉得闷闷不乐,经常感到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这些问题是很多青少年会面临的问题,那么该如何解决呢? 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都跟你的习惯有关。 当你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什么是习惯呢?习惯就是我们反复做的动作或事情,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意识到有这种习惯。 习惯有不同的种类,比如有行为习惯,身体习惯。 思考习惯,像阅读、写日记、整理家务等属于行为习惯。 一般,刻意培养的话,一个月就能养成。 像减肥、运动、早起、戒烟等是身体习惯,需要三个月才能养成。 像逻辑思考能力、正面思考等是思考习惯,养成这些习惯需要六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书中讲到的七个习惯属于思考习惯,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培养一个思考习惯比行为习惯、身体习惯要更难,时间更久呢? 这是因为思维定式的阻碍。 思维定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微妙的、不易觉察的,而且是长久的,改变思维定式是比较困难的。 所谓的思维定式是指你看待事物的固定方式、观点、参考系统或信仰。 比如说,我家没人上过大学,我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种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通常是用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自己或自己的生活,就像戴着度数不准确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思维定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即使时光可以倒流,我们依然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这本书中讲到的七个思维习惯,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准确,更完整的思维模式。 当你养成这七个思维习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会完全不同,也将会收获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你怎样看待世界,就会得到怎样的世界。 而且这七个习惯能够帮助你获得个人领域以及公共领域的成功。 好,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习惯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要养成七个思维习惯。 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如何提升自我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 在获得大众认可的成功之前,必须先赢得个人领域的成功,所有的改变开始于你自己。 作者讲到了个人银行账户这个概念,个人银行账户指的是,你对自己的感觉,他向银行的支票账户或者是现钞账户,能通过所想和所做的事情而存入或取出。 比如啊,当你信守对自己所做的承诺时,就是存款,当你违背了自己许下的诺言,就是取款。 当你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你就能赢得个人领域的成功,也是在向个人账户存钱。 赢得个人领域的成功,需要养成以下三个习惯,积极处事,先定目标后有行动,重要的事情先做。 这也是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中的前三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是积极处事,这个习惯是养成所有其他习惯的关键,因此排在七个习惯的第一位。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态度,能够对自己的快乐和不幸负责任。 作者肖恩的父亲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科维,因此作者从小就被要求要对生活中的每件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比如肖恩说,老爸,我被女朋友气得发狂。 老爸就会说,肖恩,没有人能让你发狂,除非你自己让他们这样。 这是你的选择,你自己选择要发狂。 如果肖恩说,我们新来的生物老师真差劲,我学不到什么新知识。 老爸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生物老师,给他提点建议? 你是想要更换老师,还是需要找一个家庭教师? 学不好生物是你自己的错,不是老师的错。 老爸史蒂芬科维是想让年少的肖恩明白,他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要积极处事,而不是被动反应。 积极处事要求我们去关注影响圈,而不是关注圈。 生活中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和改变的。 你比如,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肤色,出生的城市,父母是谁等。 当我们可以控制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些事的反应。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烦恼,而是要对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操心。 我们的注意力要关注在影响圈,而不是关注圈。 做到积极处事,就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能够控制的事情上。 而不是无法控制的事情上。 对于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忍受并微笑着面对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 第二,要把挫折变为成功。 海伦凯勒双母失明两耳失聪,却成为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和慈善家。 他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至今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接受生命的挑战,为自己赢得生命的光明。 第三,要做一个改变的先行者。 比如希尔达,他就是家庭改变的先行者。 希尔达的父母只有微薄的收入,经常为钱争吵,甚至让希尔达辍学。 但是希尔达无论生活多么艰辛,都要继续读书。 为此,他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 最终希尔达获得了会计的大学文凭,并且把自己的教育价值观传给孩子。 积极处事的习惯告诉我们,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是自己行事的结果,与他人无关。 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宰者,是生活的司机,而不是乘客。 当你自己是司机,接下来你需要思考的是,你要去往哪里?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习惯了,先定目标后有行动。 你要先清楚构想自己将来想要怎样的生活。 你要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并制定详细的目标。 就像在盖房子之前,需要先有设计图。 你也要先为自己的人生制定目标,再全力以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何制定目标呢? 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练习啊,闭上眼睛,深呼吸,想象一下一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年你是如何生活的,你的内心感觉如何。 当你闭上眼睛去想象这一年后的样子,就能接触到更深层的自我。 你会发觉自己重视那些东西,在今后的一年里希望实现那些目标。 这其实就是先定目标后行动。 肖恩认为撰写个人使命宣言是确定目标,非常好的方式。 你可以用一页纸或一段话来写下自己的个人使命宣言,每天读一读这份个人使命宣言。 撰写个人使命宣言可以让你看到对你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帮助你更好的做出决定。 当你确定了自己的使命,接下来就是确立目标。 如何更好的确立目标呢? 肖恩在书中讲了确立目标的三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考虑代价。 很多时候我们心血来潮的确立了很多目标,大部分都没有实现。 就像每年年初,很多人都会写下新年目标,到了年底发现大部分目标都没实现。 新的一年又重复上一年的新年目标。 很多目标没有实现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实现目标需要付出的代价。 你比如你的目标是提高今年的学习成绩,那么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减少和朋友闲逛的时间,减少看电视的时间等。 在你设定目标前,你就要考虑好这些代价,然后再问问自己,我愿意做出牺牲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就不要轻易设定这个目标。 第二个关键,落实到文字。 当你确定好目标后要落实到文字,因为如果不落实到文字,目标就是个愿望而已。 落实到文字的目标的效力比没有落实到文字要大十倍。 当你把目标落实到文字时,要写得非常具体。 比如,你想要找到合适的终身伴侣。 在写目标时,你就需要详细地写你对未来伴侣的期待,你希望对方需要具备哪些特点等等。 在书中,肖恩举了塔米的例子,他就是通过把目标落实到文字,找到了理想的终身伴侣。 把目标落实到文字会产生非常神奇的效果。 当你确定好目标后,记得把目标用文字写下来。 第三个关键,做就是了。 当你确定好了目标,下一步就是去做就好了。 当你去行动,你就会有力量。 也许呢,你一开始会怯懦,会认为自己不具备实现目标的能力。 但是在行动的过程中,你不断地想出办法解决问题,会发现自己其实具备实现目标的各项能力。 通过习惯二,我们确定了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习惯三,就是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情放在生活中的首要位置。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科维在《钥匙第一》这本书里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故事。 某著名教授在上课之前,让同学们把大石块,小石块,大沙子,小沙子,还有一杯水,装到一个大大的透明玻璃杯里。 有人说东西那么多,杯子那么小,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玻璃杯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说应该先装水,再装小沙子。 但发现到了后面,大石块根本就装不进去。 教授给同学们示范了如何把这些东西都装到杯子里。 他先把大石头装到杯子里,再把小石头装进去,接着装大沙子,然后装小沙子,最后把水全部倒了进去。 刚刚好,一样东西也没剩下。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要先做。 当你做完重要的事情,发现还有时间来做琐碎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先做琐碎的事情,就会发现重要的事情总是没有时间来完成。 作者介绍了时间向线,也就是根据重要和紧迫这两个维度,可以把事情分为四类。 第一向线重要且紧迫,第二向线重要不紧迫,第三向线不重要紧迫,第四向线不重要不紧迫。 有些人平时做事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截止日期前总是疲于奔命,十万火急的做第一向线中重要且紧迫的事。 还有一些人总是在做第三向线不重要且紧迫的事,每天看起来很忙,却没什么成果。 他们就是那些看上去很努力,实际上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懒惰的人。 还有一些人一直在做不重要也不紧迫的事,这类人相对来说就比较懒散了。 要不看电视看个没完,要么玩游戏玩个通宵,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了。 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分清轻重缓急的人,多花时间去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 培养习惯三,可以使用效率手册,每周抽出15分钟制定一周的计划。 在制定计划时,要先确定大任务,也就是第二向线里的任务。 制定好大任务后,就要留出完成大任务的时间,把它们填到你的日历里。 把大任务安排好后,就可以见缝插针地安排其他所有的小事情,以及日常的工作或娱乐休闲活动。 好,上面就是为你讲的第二个重点,接下来为你说最后一个重点,如何维护情感账户,获得公众领域的成功。 前面讲述的习惯一,习惯二,习惯三,是个人领域的成功。 接下来呢,我们讲述如何获得公众领域的成功,也就是习惯四,习惯五和习惯六。 个人领域的成功会教你变得独立,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公众领域的成功,会教你与他人相互依存,和睦相处,默契合作,对他人产生影响。 很多时候,与人相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业是否成功,以及个人生活是否幸福。 前面我们讲到了个人银行账户,这里我们来讲情感关系账户,这个账户体现着你对亲友的信息和信任程序。 情感关系账户也像银行存款账户,你可以存款,也就是投资感情,来改善情感关系。 你也可以提款,来损耗情感关系。 哪些行为会为你的情感账户存款呢? 比如说,信守诺言,做出小小的友善行为,忠诚,善于倾听,勇于承认错误,给出明确的期望等。 哪些行为会损耗你的情感账户呢? 比如说,违背诺言,封闭自我,散布谣言,辜负信任,不愿倾听,傲慢无礼,给出错误的期待等等。 我们要讲述的习惯四,习惯五,习惯六,也是向情感账户存款的方式。 我们先来看习惯四,双赢的想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仿佛只有比别人强,才是一种成功或胜利。 因此,很多人抱有我赢你输的想法。 不管什么事,都希望自己占上风,非要跟别人比个高低上下,有时甚至两败俱伤都在所不惜。 虽然我们的社会充满竞争,但同时也是高度协作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别人单独存在。 就以去饭馆吃饭为例,需要农民辛苦地在农田里劳作,种植蔬菜和大米。 需要饭馆的采购员去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 然后需要饭馆的大厨做出一道道美味的蔬菜,由传菜员端到顾客的面前,顾客才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如果没有合作,就连一顿可口的饭菜都吃不到。 因此,双赢的思想是我们在公众领域获得成功的必备思想。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想方设法创造双赢的局面。 具体该怎么做呢? 小恩提供了两个线索,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想要达到双赢,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果自己的事情都没做好,是很难达到双赢的局面的。 其次,避免竞争和攀比这两个恶魔附身。 讲完习惯四,双赢,我们接着来讲习惯五,先理解别人,再争取别人,理解自己。 想要理解别人,就必须倾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如何去倾听别人。 比如,在倾听的时候会走神,假装在听,只听表面意思,以自我为中心的听。 这些坏习惯导致我们其实并没有去倾听,去理解别人。 怎么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呢? 小恩认为,真正的倾听要做到三件事。 首先,要用你的眼睛,耳朵和心去听。 在对话中,语言的比例仅占7%,而肢体语言占了53%,语调和情感占了40%,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倾听的时候,不能只用耳朵听别人说了什么,还要用眼睛去观察别人的肢体语言,用心去感受别人的情绪情感。 其次,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要成为一个真正倾听的人,不能先入为主,需要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孩子跟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 如果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妈妈通常会这么回答, 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你去这个学校上学,费了多大力气吗? 你竟然不想上学,你对得起爸爸妈妈吗? 如果妈妈能够从孩子的角度来倾听,就会发现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是被校园里的其他孩子欺负了,因此害怕上学。 当妈妈真正倾听孩子,不先入为主,才能发现孩子不想上学背后的原因。 最后,运用反射法。 反射法的意思是用自己的话附述别人的话和感想。 但是反射不是模仿,不是像鹦鹉一样,远风不动的重复别人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用反射法解决沟通问题的例子。 儿子想用爸爸的车,但是爸爸不耐烦的说,不行,今天晚上你不能用车。 通常儿子会很不高兴,你从不让我用车,我老是得搭别人的车,烦透了。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让父子大吵一架,事后谁也不愉快。 那么用反射法的效果如何呢? 爸爸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用车。 儿子用反射法,爸爸,我看得出你对我的要求很烦。 爸爸说,当然很烦,你的成绩最近一直在下降,你没资格用家里的车。 儿子再用反射法,你很担心我的成绩。 爸爸说,那当然,你知道我对你上大学保有多大希望吗? 儿子可以再用反射法,我们就不继续举例了。 用反射法沟通的结果就是,爸爸说,如果你答应今天晚上回家后把作业做了,你就可以用家里的车。 也就是,男孩成功地解决了用车的难题。 当你学会了倾听,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当你理解了别人,反过来,别人也能更好地理解你。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习惯六,协作增效。 什么是协作增效呢? 简单来说,即使两三个人携手合作,比单独任何一个人更好地解决问题。 在大自然中,协作增效随处可见。 比如,雁群总是排成人字形飞往南方去过冬。 这样的飞行路程可以比单只大雁飞行的距离长73%。 当一只大雁拍击翅膀时,就会为后面的大雁制造上升的气流。 当领头的大雁疲惫时,就会轮换到人字形队伍的尾部,让另一只大雁做领头雁。 协作增效,你需要欣赏不同人的差异。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我们既要认识自己的独特性,也要接纳他人的独特性。 协作增效不只是妥协或合作。 妥协是1加1等于1.5,合作是1加1等于2,而协作增效是1加1等于3,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协作增效是一种创造性的合作,可以将团队的能力发挥到更大。 好,说到这儿,公众领域的习惯4、习惯5和习惯6就介绍完毕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习惯7,磨刀不误砍柴工。 如果你要去森林砍一棵树,你是先磨刀呢,还是直接拿着很钝的刀费力的砍树呢? 聪明人都知道,应该先花15分钟时间把刀好好磨一磨,砍树的速度可能会提升三倍。 那你是否因为生活所累而没时间修整,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呢? 习惯7的宗旨就是让你始终保持敏锐,从容应对生活。 习惯7教我们从身体、头脑、心态、思想四个方面定期进行修整、恢复、充电和更新。 在身体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关爱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的体魄,每周定期运动锻炼,保持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让自己的精神放松。 在头脑方面,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对于青少年来说,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充实自己大脑的非常好的方式,甚至也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 即使毕业之后,也要保持学习的习惯。 阅读、写作、学习新技能等方式都可以充实自己的大脑,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 在心态方面,要多为情感账户充值,帮助他人多一些小小的善举,保持好心情。 在思想方面,要勤于思考、写日记、阅读优秀的报刊杂志等,充实自己的大脑。 习惯七、磨刀不误砍柴工理提到的四个方面,不是偶尔抽时间做就可以,而是要每天坚持做,哪怕每天只有短短的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也可以。 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习惯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要养成七个思维习惯。 在日常行动中,有95%是由习惯决定的,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成功。 其次我们讲到了如何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 具体讲了如何培养三个习惯,分别是积极处事,先定目标后有行动,重要的事情先做。 最后我们讲到了如何在公众领域获得成功。 具体讲了如何培养双赢的想法,先理解别人再争取别人理解自己,以及协作增效这三个习惯。 还讲了习惯七,磨刀不误,砍柴工。 从身体、头脑、心态和思想这四个方面定期给自己充电和更新。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